金供養 然后你锅用的越贵 人家就跟你供在大雄宝殿 现在很简单 出家人有十个 你就去买十个不锈钢锅 我们中国比较少 如果你去缅甸泰国 到处都是锅 因为他们习惯了 有多少出家人供 为爸爸妈妈供多少锅 锅里面放着袈裟 放着椰子 放着药 这个叫鱼兰盆法会 用整个锅装了这些 然后供养生种 所以各位 那我在调查 已经供过锅的 举手 没半个 我供过 我举手 你要随喜我的 我经常去供锅的 但是各位 发育院供锅 好不好 便宜的贵的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锅有功德 释迦牟尼佛要成佛 龙王供锅 供了四个龙王 供了四个锅 那佛陀为了公平把四个锅叠起来 那那个线就成为我们现在叫硬量器 吃饭的时候 不要贪了这样 那这个锅 现在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海龙王那边 所以各位 佛陀是这样成佛的 那我们也要这样成佛 释迦牟尼佛说 我无量事前 不断的也在供锅 所以他成佛了 也被供锅 我以这个锅来成就佛道 若有众生奉施饮食 得十种功德 一者 得命 二者 得色 三者 得力 四者 获得安无爱便 五者 得无所谓 六者 无诸懈怠 为众敬仰 七者 众人爱乐 八者 具大福报 九者 命中升天 十者 肃正涅槃 世民奉施饮食 得十种功德 恒时行诗时 尽兴聚惭惠 得富贵端元 广饶资处等 若诗田宰等 急躁生且兰 另比心欢喜 与自比胜中 一切随所欲 各位很简单 那这个是出家人 他努力在修行 所以你供养食物给他吃 所以出家人就可以做更多功德 开智慧 所以你就得到了回报 你也会开智慧更多功德 那你不是给贫穷人 让他有饭吃 他有力量了 他就可以去工作了 赚钱了 所以你将来就得到很有力量 很会赚钱 很简单的意思 所以佛教里面很简单 那你之所以会被帮忙 是因为你过去帮过他忙 你之所以会被伤害 是因为你过去伤害他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那各位呢 布施不一样的生命 布施不一样的人 得不一样的果报 好施犯食者 后生得命色 有力便答复 无病常安逸 今生喜欢布施饮食 来生饮食充足 身体力气充足 长寿充慧 若布施给畜生 得百倍福报 如果各位你能够去供养那种 很有道德 守戒律 很慈悲的修行人 那不得了了 万倍福报 太重要了 所以各位呢 我们五台山 很多慈戒的比丘尼 我们南普陀士 我们借钱大法师 我们广化 福田 广化市 哇 很多 守持纪律的 修行者 那 这样 所以我经常到缅甸 泰国 他们也慈戒 过五不时 甚至日中一时 每天打坐 这些都是 慈戒的 你去供养米啊 你去做布施 万倍福报 不是为了自己 这样才能够 回向给众生 不道 不坦称 守份而安住 美味师圣贤 彼得身人事 寿命巨色力 吉祥而无病 若师 放内食 长寿 多色力 所以布施饮食给这些动物啊 布施饮食供养出家人啊 布施便当给独居老人啊 或是各位走到哪里 通常带一把鸟啊 对不对 布施啊 所以孤魂野鬼 鸟也可以吃 所以布施饮食得五种力量 命 色 力 乐 便 五种力量 因为 命就代表长寿啊 生命快乐 色气色好 力量 快乐 便才无碍 所以布施饮食 我想 给爸爸妈妈 供养出家人 多做饮食 做布施 所以佛陀特别这样交代 佛陀说 能够布施饮食或汤药 给可怜的众生 可以得到无尽的功德 佛在 专纳经 这样特别说 那佛陀又在 宝云经里面说 世故 脱波的人 像我们出家人 每次拿到食物 都要分作四分 一分 布施给同样 修行的人 他没办法出门 生病了 一分 布施给贫穷的人 一分 捏下来 恶鬼畜生 各位你要养成习惯 因为菩萨道不分 在家出家了 发菩提心的功德 超过所有出家人的功德 那我们大乘佛教 又加了一分 布施父母 七世父母 各位要记得念 那天我有教各位 你每次要吃东西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护法 再来念一下 供养父母祖先 七世父母 冤亲在主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拿一点点 布施出去 三宝 护法 父母祖先 孕进在主 然后一切众生 布施出去 一个修行人 每次要吃东西 要喝水 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帮助 除了供养三宝 帮助贫穷 没办法出门脱脱了 畜生 恶鬼 父母祖先 然后能够这样吃的人 行善分 得无量功德 吃饭也是功德 喝水也是功德 若富有人 师佛闯作 或十种功德 何等为实 一 得业尊重 二 世间称赞 三 知节夺利 四 名称远文 五 得美歌颂 六 安可事悦 七 或转轮往座 仆从众多 八 见者欢喜 九 身天自在 福相具足 十 肃正缘吉 如是功德 师佛床作 或思圣报 若师佛具等 当感生安乐 师安座 受报眷属障碍 师安座 受报眷属障碍 所以多用好的椅子啊 对不对 法师啊 每一个法师奖金啊 送个法座啊 对不对 法座上面的谱团啊 装饰好的东西啊 类似这个啊 所以各位啊 经常布施啊 能够得到三种的素色 现世跟未来 现世就是永远在善道里面 不会堕落三恶道 现世富贵 而且将来能够成佛啊 再来你因为经常布施 不好的也不会跟着你 这些天魔魔见鼠 那么来着不好的人 不能够障碍你 所以布施有这些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殊胜难粮 慈敏众生 常施 焉贡 药贡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才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佛说说 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烟供 布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烟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 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大家好 我是苏嘉宾医师 居家隔离与居家检疫的对象不同 接触过确诊个案的民众 会进行居家隔离 所有从国外入境者 都需要居家检疫 民众于居家隔离与检疫期间 都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一 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 不可外出 也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2.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 3.建议有独立空间 避免与他人近距离互动 4.隔离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触碰眼口鼻 若有公共设备 需每日以漂白水消毒3次 最后再次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跑跑罩 一旦乱跑 不但会收到告警简讯 最高还会被罚款100万元哦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古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快的修行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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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